时代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由自在的大智慧福报正章 今天新年之后第一次开始 讲大福丁说《弄言经》 那么就是一开头的课判 跪之下面第二 破倒之以无提前 这是今天要讲的这个课判 破倒之以无提前 我们来学习查查课判 这一课的课文呢 它是从哪里来的 人字下第二 破弦 破弦分两课 第一 破处记 以无再前 这是前面讲过的 而第二 就是破倒之 以无提前 那么这是从破弦里面分出的两颗 已经讲过一颗 我们再往上推 我们再往上推 那么这个破弦的课从哪里来 再往前看 新字下一 新字下一 第一 破向弦 遮弦如来藏 从破向弦遮弦如来藏分三段里面 第一 真定讲过 第二 破弦 破弦就从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们再往上推 这个新字下一 破向弦 遮弦如来藏 又从哪里来呢 根字下一 是真实性 从是真实性里面分四段 那么是真实性有四颗 新字下一 第一 就是破向弦遮弦如来藏 那么第二 第三 这个还没讲到的 一直到第四 这个不用说 就是是真实性里面分四段 现在讲的是第一段 就是破向弦遮弦如来藏 的文字 而这个是真实性又从哪里来呢 再往上推 前面 几字下 第一 立万法 显如来藏 而开原物 从这个地方来 而立万法 显如来藏 而开原物分两颗 第一 是真实性 第二 破本妙心 破本妙心是在第三卷的最后 就是七大周变之后 大众开悟的文字 那么是真实性 这一颗就是从 几字下 第一 立万法 显如来藏 而开原物来的 再往上推 立万法 显如来藏 而开原物 从哪里来呀 从物质下 第一 显如来藏 来的 显如来藏 分两颗 第一 立万法 显如来藏 而开原物 那么这一刻 就一直到 经文的第三卷完毕 几字下 第二 月四地 显如来藏 而劝妙修 这个是在第四卷了 那么现在 还是讲在 显如来藏 的第一课 而显如来藏 从哪里来 再往上看 盯子一下 第一 悟正如来信诀 而显如来藏 这一刻 既然从 几三道 成三的来 几三道 成三的 又从哪里来呀 再往上看 饼字下 第一 悟正如来信诀 悟正如来信诀 分两段 第一 几三道 成三的 丁字下 第二 节一经 立五名 节一经 立五名 的经文 在第八卷 就是 接经名 的那一段文 所以这个 第三道 成三的 就是包含 七简半的经文 而 饼字下 第一的 悟正如来信诀 这就从哪里来呀 再往上看 一 字下 第二 我一说 我一诗 等流 自卑 二教 从这个 我一说 我一诗 等流 自卑 二教 这边分两颗 第一 饼字下 第一 就是悟正如来信诀 饼字下 第二 宝戏 菩萨 初心 这个就是在 解经名之后 第八卷 后半的文字 一直到 十卷的 正中分 完毕 那么推到这里 就是正中分 的第二科 现在在正中分的 这个第二科 分出来的科半里面 一直到 这个 人之下 第二的破弦 破弦 有两端 第一 破处 既以无在弦 破处 既以无在弦 就是前面 所谓 七番 破旺 就是前面 七段 经文 破处 欧南 认为 新手在处 的这种 旺子 这个所谓 破处 既以无在弦 的这个科半 处 指新手在处 而现在 欧南 所执着的 既 就是直 欧南 所执着的 都有一定的在处 实际上 是无在处 可是他 知道 是有在处 因此啊 七番 都遭 如来的破旨 而这个破处 基于无在弦 的用意啊 在太虚大师的 这个社论里面 他所解释的 这个文字 是这样写的 呃 所以他说 呃 凡 问新子所在 待记在处 皆破 职者 为什么读破呢 欧南 自物 凡有在处 可 只 成 者 为 是 新手 分别 成 有个地方 哦 新在这里 在内在外在中间 乃至无浊 有人为 有一个在处的花 那么 这所在的在处啊 通通是 新手分别的 成营 六成的影子 而已啊 六成的影子 是 成营 根本不是星 这全 不是星 完全不是星 那么 这个道理就是从后文所说的 直接是物 无是见者 呃 所指出来的都是成营的物 不是真正能见的见 所以他所指出来的七个地方 所在处 通通都是成 六成的影子 不是星的所在 用意 佛就是要人呢 一念回光 记得原造法界的全体 假如你能够回过头来 回光返照 照自己的自信 那么当下就能 正到原造法界的真如自信 可是欧南一直 哇 这个 心的在处在哪里追求 所以 七处 贤 灰 碰碰都不对 所以叫做破处 是指他所执着的心的在处 所以叫做记 那么 就说叫做七处真心啊 实际上 他所征问的不是心 他所说的都是 成营 六成的影子而已 那么这是前面讲过的 一直到最后第七 直无浊 佛最后破址说 无由是处 心 你说是无浊 完全不对 那么到了这里 欧南已经是三穷水晶了 他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而有地方的在处 六个地方都不对 那么没有地方的在处 无浊 只有一个无 只有一个不能有两 所以这个一个无浊也不对 也造到破址了 所以欧南到了这个时候啊 他已经是没有路好浊了 所以下面呢 他要提出问题来请佛 我开始呢 说这个下文的课判 就叫做破导致 一副无提线 为什么叫做破导致 一副无提线呢 这个导致是什么东西 就是后边经文 欧南所执着的 有两句话说 若你指令分别决惯所了之心 必为心者 这就是欧南的导致 颠倒的执着 否则你在执着 宁心 你那会分别的决惯 决惯心意就是心思 明明是所了之心 你自以为心 认为能了之 完全不对 你执着这个是心 那完全是颠倒 所以课判叫做破导致 破除他的颠倒执着 那么又显如来藏的用意在哪里呢 用无提来显示 说明如来藏不是向你所执着的 有一个东西存在 欧南的执着呀 一直到第三 第三诀 这个四颗文字完毕 他还是执着 有一个心体的存在 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前面 所以文句里面解释说 欧南只是认为 所谓自己的自信是什么呢 有一个朝朝凌凌的 这个心体呀 就在我的面前 这个一直看到第二卷 第三卷 都有详细的破除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刚刚才开始 破除他的颠倒的执着 以所了之 认为是能了之 这个错误 以所为能 那么借这个遮险的道理 来显示如来藏性 而他所执的 妄心是没有实在的体型的 所以叫做无提 来显示如来藏 这个叫做遮险 所以前面的大科叫做 破相下遮险如来藏 用意显示如来藏性 可是呢 他完全没有体会到 现在就是顺着这个文字来做解释 徐大师的科呀 很简单 一个大科包含很多文字 那么我们先说明这个欧南的问法 看出经文 而是 而是 欧南 在大众中 既从做起 偏谈又间 又随着地 合掌 恭敬 而白佛言 这是 解几经的人 叙述当时 欧南 七处 贤非 遭到破址之后 要来再进一步 请问佛的 这个开头的文字 而是 就是 前面第七番 破除他的无着之职 最后的无由是处 发讲完的时候 这个时候 欧南已经 没有路好跑了 三穷水晶了 只好出来请问佛了 所以欧南 欧南是本经的当机 就是欧南陀的简称 印度法本来叫做欧南陀 平常简称都叫做欧南 在大众中 当时 乐年会上听众很多 他在这个大众当中 他听的时候 或是坐着听的 现在要请法 要从自己的座位起来 所以既从座起 既就是现在的 白话说的马上 随时 随时从自己的座位里 起来 为了要请法 不能坐在哪里 要恭恭敬敬的出来 向佛请法 所以随时 从座位里起来 那么 坐在那个地方 听经的时候啊 当时印度人的习惯的 这个穿的袈裟 这个袈裟 坐在听经啊 可能是整个双肩都包起来的 全部原身都包起来的 你看看南传佛教的出家 也可以知道 那么他要请法的时候 按照印度的习惯 要表示恭敬 把袈裟搭在左肩 拿来搭在左肩 把右肩露出来 所以经文就是偏弹右肩 弹就是露 露出来 把右肩露出来 因为当时 印度的在家出家的人 都是一样的 他是一块大布包起来 在家人呢 都是百衣比较多 出家人是坏色衣 那么这个坏色衣也是一块大布 不过它里面有条项 五条七条乃至二十五条 这个大衣 因为要请法 把它搭在左肩 把右肩弹露出来 所以叫做偏弹右肩 而要请法呢 他先恭敬的顶礼 右肩左的膝丝膝盖 右脚的膝盖贴在地上 就是一个脚 跪下来 左脚 竖立住 从前人们看外台戏都可以发现了 这个人跪的时候啊 右脚跪下去 左脚还是竖起来的 那么这种的跪法 叫做福贵 西边的 西域一带的国家 他们的跪的习惯都是这样子 表示恭敬 就是一个脚 右脚跪下去 右脚的膝盖贴在地面上 左脚竖起来 那么这样子右膝着地 一方面还有合掌 恭恭敬敬的合掌 这合掌啊 就是佛教的礼貌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 最起码彼此见面就合掌 最起码的礼貌 合掌 现在的人呢 都是学洋人来握手 握手 现在有人是双管 双管齐下 又合掌 又握手 实际上 我们学佛的人应当就是合掌 就可以了 免阿修了 那是多瘾的 因为我们不是洋人啊 不要老是学洋派头 现在中国人的洋派头太多了 现在已经不会说再见了 都是拜拜了 统统都是拜拜 结果拢得这个拜拜太多了 你看这个 尤其贤己的大拜拜 真是不得了 拜拜已经够多了 大家不说再见 来说拜拜 莫名其妙的 你要拜拜吗 到庙里去拜拜 为什么在外边随便就拜起来呢 简直莫名其妙 这是把头脑整个换成羊的了 那么这个中国人的头脑啊 统统跑上天了 莫名其妙 所以我听到这个说拜拜 我很不以为然 有人见到我 他要走的时候拜拜 我说到大殿去 他说拜拜 我说你你你大殿去拜拜 不会在我面前拜 大殿去拜拜 你不是说拜拜吗 拜拜就说大殿去拜佛呀 他不说再见 是说拜拜 简直莫名其妙 我觉得中国人简直是自己没有自信 啊 这个是大笑话 我很不以为然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 不必用握手 合掌 合掌就可以了 最起码合掌 再攻击一点 就是问训 就是平常的鞠躬 现在问来了 他请罚 他必定是先顶礼的 文字简略 先无底头的顶礼之后 才跪在哪里合掌啊 来向佛请罚 那么上面的经文 从坐骑 落右肩 右膝左地 乃至合掌 这通通都是深夜恭敬 要请罚 要牲口一三夜恭敬 那么这就是表示深夜恭敬 身体 深夜的恭敬 那么最起码要合掌 现在他是跪在哪里合掌的 恭敬两个字啊 就是一夜恭敬 恭敬 这个恭敬是在内心啊 不说内心 生起恭敬的心来 哪里叫做恭敬啊 这个不是小侯上念经 有口无信啊 现在是完全要专心请罚 所以跪在佛前 合着掌 恭恭敬敬的请问 而白佛言 以下就是口夜恭敬 欧难请罚的时候 身口一三夜 都是恭敬敬 然后说出下面的话来 下面的引号 三行多的文字 就是欧难向佛请罚的话 欧难一开头对佛说 我是如来最小之地啊 蒙佛慈爱 虽今出家 又是交灵 你看欧难在佛前 他还杀娇呢 他觉得他是个小老弟啊 他是最小的 所以觉得佛是大哥 那么他在佛前 他还是在哪里杀娇 我 欧难自成 欧难说 我呀 是你如来 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啦 我是你如来最小的小弟弟啊 为什么欧难自成 他是最小的 佛的弟弟呢 四王八子 释迦牟尼佛的父 这个做太子的时候的父王 晋范王 晋范王有四个兄弟 他是老大 掌政权的 第二个弟弟 白范王 第三 福范王 第四 甘露范王 这个四王啊 每一王都有两个儿子 所以叫做四王八子 建范王两个儿子啊 老大就是 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 就是太子 希达多 而老二就是南陀 南陀 那么白范王两个儿子啊 老大就是 提布达多 提布达多 跟欧难是亲兄弟 欧难是白范王的 这个小儿子 为什么 说他是最小之弟呢 因为其他 福范王两个儿子 一个摩河南 一个欧努绿 年纪都比他大 南陀也比他大 这个甘露范王两个儿子 就菩萨 拔提 这两位 年龄都比他大 为什么说是 他是最小呀 在被传佛教的 我们中文的教典里面呢 差不多都是说 欧难是佛成道那一天 生出来的 他是佛成道的时候出师的 那么如果说 释迦牟尼佛是三十岁成佛 那么欧难是佛三十岁的时候 他才出师 那么佛就大 欧难 十算 二十九岁 而佛讲 强愿研金的时候按照第二卷开头的波斯尼王的年岁62 佛跟波斯尼王是同岁 那么佛也是62岁 那么佛62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顶多只是33岁的虚岁 十可能是32岁 如果是按照这个年岁来算 那么其他的 那么其他的哥哥们 唐兄弟 唐兄之之类啊 差不多最起码也40岁以上 那么 因此他就说 我是你最小的弟弟 我那是白饭王的儿子 愣眼睛的注解呀 有些都写着福饭王的儿子 而尤其最早宋朝的常随 常随子玄禅师的 这个愣眼睛御书注金 他就说福饭王的儿子 他为什么会说成福饭王的儿子啊 他根据大制度论 他认为大制度论说 是福饭王的儿子 可是大制度论 是不是明说是福饭王的儿子呢 不确定 这个话怎么说 是福饭王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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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听了 是福饭分Das 宇宙 열�酸 是福饭王的儿子 是福饭王的儿子 终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电视 和你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